好 继续再看到国内新增了6名不明感染本土的案例 那包含了临近花莲的宜兰罗东镇 也配合了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二级警戒 花莲县府以及花莲施工所 即日起到6月8号实施相关的限制措施 疫情亮红灯再增7例本土个案 创单日本土兵力最多记录 为因应疫情警戒升至第二级 花莲县府宣布即日起至6月8日相关活动及规范 将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规范措施办理 包含原定5月22日花莲县第三届县长被社区掌者作用PK赛 因为参加人数预计将超过500人以上因此暂缓 同样花莲市工所原定22日在太平洋公园树光广场 举行的环抱幸福健康起步走健走活动 也在11日下午宣布延期到10月16日举行 市长魏家贤也呼吁市民朋友 落实个人卫生防护管理 确实佩戴口罩、勤洗手 另外大众运输工具禁止饮食 双铁进站票、高铁取消自由座 意愿及长照机构处立外情形 停止开放探亲及探视 陪并及陪伴者限制艺人 接着长邦彦卫林师报导 再拨开中间